哈喽 大家好 我是海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凤梨百香 它使用到了清甜的凤梨 加上微酸的百香果 以及椰果 那口感也是非常的丰富 让我们开始进入制作环节 先将菠萝去皮 再去掉菠萝的饮肉 菠萝切块 然后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中间的这个硬的心是不需要的 我们将菠萝块泡盐水 泡10分钟的时间 因为我们需要消除菠萝的蛋白肥 减少苦涩口感 将150克的菠萝肉放入到雪壳杯中 然后用柠檬锤将它捣烂 这里可以不需要捣太烂 让吸管可以吸上来就行 保留它的果肉感 在雪壳杯中加入250毫升的四季春茶汤 再加入45毫升的果汤 再加入我们的百香果一颗 大约15毫升 用长发烧搅拌3-50毫升 用长发烧搅拌3-50毫升 然后加入冰块到950毫升 然后加入冰块到950毫升 最后我们将它雪克大袋浸到土地上 再在杯子中加入一勺椰果大约30克 最后我们将它倒入到杯子中 这样就做好了 今天分享就到这了 如果想了解更多长饮制作以及开炼干货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小途奔跑参与学堂 记得关注我们哦 拜拜